那你兒子結不結婚呢 不是沒結婚 那你兒子有房子是不是 我家還少結婚 那你兒子乾不乾脆什麼呢 不敢吃 不敢吃 那經濟上比如說你兒子超不上要錢是嗎 不要錢 不要錢 那你兒子結婚那比如說超外的你還得賬呢 不用了 砸得一碗 不用管 我家還比較有秀 那你兒子 那行 那我兒子不敢吃我 我兒子樂要我找 找個比較開心一點的行 想你活這麼累 是 找個跟啥 互相照顧 對呀 你去找個互相有個伴 子女都不需要他們操心了 也不干涉他們找老伴的事 聽到馬大哥附和著自己也想晚年有個人陪伴時 王大姐就直接問起了自己最關心的經濟問題 比如說咱倆再到一起呢 生活 你要不要我的工資是什麼呢 不要 要你工資啊 那你不要錢 不要 那我還給你買的啥 是 這相當你給人買的啥不正常 是啊 只有女人有的東西 咱全有帶 是嗎 電話是蘋果咱買 這買那個梨的 不是買梨的 這買最好的 對嗎 媽 你可別買最好的 我還不會使用 是啊 你喜歡的是啥呀 那樣 對呀 你如果買的時候我還不會使用 這個賣已經十個銷 十個銷 十個銷可能都沒有要 這太古董了 這也是我的手機 這還是多年 這晚上早些買 買 這多少錢 這家 這手機有聯討十個銷 這挺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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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慢慢觸碰 要是行 還挺有顏色的 誰都塌了我就不知道了 她的內心 男同志跟女同志的想法還不一樣 經濟方面的問題 讓王大姐對馬大哥的好感度大分啊 王大姐說啊 自己就是直接 啥都挑乾的了 反正啊 她覺得馬大哥這人不錯 想跟馬大哥處處 那馬大哥這頭是啥想法呢 反正事情啊 我也沒太想弄你 所以他老爹也別走我了一些 行啊 也是 對不起 哪個沒事 不好去弄一事 主要人是找人不行 不好看 但是你第一次 確實沒用什麼 你想找漂亮的 你確實跟我說 我就不說 我就不說 你就細心男人 能不找漂亮的女人 有的大哥就想找實實在在不如 那也不是 他當的就是不行 對 柯老師 我沒想弄我 這說細心我一定沒想弄 真的 你想到的不是就找啥 找啥是信仰的 投資諾分 嗯 是